大家好,我是阿聪 对于爱好耐力运动者 每个人拥有一只智慧型手表 应该都很正常 不管是用在跑步 骑车 游泳 跃跃跑 或是登山 等长时间运动 都可以记录相关资讯 但用了这么久的手表 大家对于心率资讯 有想过心率这个指标的用意吗? 以及如何利用心率 来做训练参考用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 何谓静止心率 如何运用在运动训练上 1. 何谓静止心率 指的是身体静止不动时 心脏每分钟所跳动的次数 一般来说 最好的测量时间是早晨刚起床 或静坐5分钟后来测量 而每个人因年纪和身体条件 会有不同的静止心率 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静止心率的标准如下 一般人10岁以上 包含老年人 为60-100BPM 运动训练有数的人 心率介于10-60BPM 甚至很多都会低于40以下 所以体能好 或是身体较健壮的人 静止心率会比较低 通常具有更好的耐力和持久力 能够在运动中 保持更长时间的高强度 2. 如何利用心率来做训练参考用 有智慧型手表的人 假如在睡觉期间都有佩戴 以GamiAPP为例 在健康数据的心率资讯栏内 就会有每天的静止心率 而这个指标在运动能力上 有两个方面可以观察 1. 静止心率是否逐渐下降 如果是刚开始运动的人 过一段时间维持运动后 静止心率会慢慢下降 也表示身体体能有逐渐提升 另外 已经有长期间运动习惯的人 当有目标赛事后 且持续按课表进行训练 这时也可以观察 静止心率是否有持续下降 来当做运动能力是否有提升 参考指标之一 2. 每天静止心率变化 如果有在注意每天的静止心率 可以发现在前一天有做高强度训练 或整天工作太劳累 或是熬夜睡太少等因素 隔天起床后的静止心率 就会明显高于平均心率 或是比平常静止心率高 是当天的体能恢复相对不好 在训练强度上也会打折扣 这时就可以藉由 观察静止心率的指标 做训练强度上的调整 让训练更有效率 不知道上述两种静止心率的运用 大家是否有注意过 如果有其他方面的运用 也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